在大紀元网站上发表声明 退出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超过了2亿人 昨天部分的法轮功学员 在澳洲雪梨的贝尔墨尔公园举行集会 深远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请看我们来自雪梨的报道 悉尼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这里 他们沿街或拉起真相条幅 或手举真相展板 向人们传递一个重要信息 已有超过2亿中国人三退 这个数字以每天不少于10万人的速度 还在增加 法轮大法佛学会副会长约翰表示 两亿中国人三退意义非凡 有11名领域人士 社团代表和市议员 在当天的集会上发言 支持三退的全民觉醒运动 民主联盟主席盛雪表示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选择三退 与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地努力息息相关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中国几乎所有的重大灾难 都是由于这样的一个专制暴政统治所造成的 那么在过去的这十几年当中呢 其实法轮功学员在这一点上 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就是讲真相 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就是说中国社会的苦难的灾 这个苦难的根源 灾难的根源 是中共这样的一个统治 那么当然就越来越多的人 就敢于去抛弃中共 新唐人记者燕山 徐正浩 新移采访报道